中烘焙有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了 超商咖啡想喝重口味 现在没有专属品项 要喝重口味的话呢 可以要加那个 不过要加15块 拿铁客制化邦尼加Espresso 价格比一开始推出的重烘焙 足足贵上15元 中热的拿 中热的拿 对 然后加那个 对 用10 连锁超商三月开始 不再提供小杯咖啡价格 35元起跳 引发变相涨价的疑虑 现在又被发现 重口味咖啡的价格 一路飙涨 一开始的重烘焙 中杯45元 去年2月开始 重烘焙没了 变成浓醉咖啡 贵了5块 今年2月想喝重口味 得点拿铁加Espresso 也就是说 一杯浓厚的超商咖啡 要卖你60块 就不会想要买了 为什么 因为多15块 可以买很多东西 对 就想喝重口味 为什么还要再加钱 才有办法喝到 因为原本是不用加的 超商解释 两者为不同商品 Espresso 是提供消费者客制化服务 并非涨价 但消费者想喝杯浓厚的 超商咖啡 荷包 恐怕得多点负担 三内新闻 黄启超林玉姿 高雄报道